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 對月亮說 對月亮歌頌 歌頌月亮 還是要跟著月亮走啊 媽的 我要寄信去給作者 測他幾句三字經 不勒 欸 錄影帶模式啊 這什麼畫面啊 好像很有 Cyberpunk的感覺 畫面好神奇喔 前面都是在介紹這遊戲是誰做的 然後音樂是誰做的啊 等到有劇情的時候我再翻譯啊 迷幻風格 Steampunk 1982年10月 我需要放行李 凌晨12點 欸 這什麼 這能不能開燈啊 這有沒有燈可以開啊 ESC我要按喔 沒有 啊 錄影帶退出嗎 不 我現在是在看 錄影帶啊 風格 啊這個音樂好 好 好90年代喔 哈哈 聽了好像又有點 又有點舒服的情境 紙條 昨天開會 第一 坐上4點25分的火車到 Edgefield 第二個 紀錄日時還月時啊 嗯 這些都是一些工作內容啦 我應該是 應該是個記者 或者是那種 計時作家 我可以選擇睡覺 我幹 欸 下午2點 欸 剛剛是凌晨12點嘛 現在是倒退了 還是已經過了一天了 這該不會又是個殺人變態game嗎 走出去一大堆屍體要我埋之類的 我幹 我幹 有刺渣出來 然後 我的視覺就變得模糊了 衝出去 我幹我可以跑 衝啊 下午5點半 這個人的影片紀錄斷斷斷續續的 一個人也沒有 有欸 晚上8點了 啊 好迷幻喔 這個game 欸我到了欸 晚上9點 到了工作要來的城鎮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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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手電筒 這個遊戲的風格怎麼感覺有點像 玩偶combo 可是不對啊 我記得玩偶combo沒有這個都 雞巴亂碼 我有東西都好詭異喔 什麼地方啊 喔可以站在牆上嗎 有車要尬過來 還是要開車啦 我現在要幹嘛 我在玩什麼 為什麼全面的亮光這麼漂亮啊 什麼都看不見 這傢伙是嗑了多少藥啊 從屍外傳 我出來了 靠北這哪裡啊 上山 有階梯了欸 這人到底要去哪裡啊 這某個超自然現象 奇異的異世界 奇異國世界 哇 幹我出不去了 拍下日死 月死 喔有了有了 是月死還是日死啊 月死 來吧 來吧 我的 Gadavra 這遊戲的視覺效果其實很炫 你們知道嗎 是太黑了看不清楚在演什麼 在戶外 咧 KANG 真KANG 如一無二的 我連路都不知道在哪裡 喔 喔 喔 這是破圖還是本來的景色就是故意這樣子啊 看我眼睛都凸出來了 給個手電筒 整個場景都在搖晃 這是風格 扭來扭去的 好像是在城堡遺跡中啦 因為剛剛工作也有提到嘛 場景是不是變好 偷往天國的階梯 這遊戲的標題叫 歌頌月亮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生仙啦 歌要GAN 不用討論什麼邏輯不邏輯的 這就是 科要GAN啊 真正的 Cyberpunk 4567 3068 9487 大小 幹卡住了 跳 媽的 我竟然月亮裡面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還是說就是 我幹 沒了 什麼意思啊 剛剛那個人走的好像是回到我 我房間的那條路嘛 開了門之後 站在那邊那個人影是誰啊 是我嗎 還是說其實我從來沒有離開我的旅館一步 我睡下去的那一瞬間 精神就已經離開了 我的肉體 所以畫面會有點 就是有點好像在 靈魂世界這樣 不要深究 不行 我一定要講出一個道理來 我的靈魂就 分離了嘛 有沒有 去世界上亂飄 但我還記著我要做的工作 就是說要去找月食 要去拍城堡 對不對 到最後 找到月食啦 但是因為我是靈體的關係 月食之後你們知道嗎 從以前就傳說 是有魔幻力量的那個時刻 然後我就被影響了 結果找到了 通往天國的階梯 然後 走到階梯上去 等於是捷徑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這樣 讚 我要把這個關掉了 畫面是很炫啊 但有時候看的眼睛會很糊糊啊 然後我需要一個更好的劇情 真心覺得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表達方式真的有夠炫的 Cyberpunk 3068 哈哈 哈哈